12月2号 第七届中美互联网论坛在华盛顿开幕 中国网信办主任卢伟 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了题为 中美关系与网络安全的演讲 互联网的发展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 七十亿人在这一个村子里 我认为首先我们要尊重主权 就是不论国家的大小 主权是要尊重的 但是在信息的流通 在网络的世界里 它不论国界 不论辐色 不论民主 大家都是骗证的 自从今年5月 美国以网络窃密为由 宣布起诉5名中国军官以来 中国搁置了中美两国 在网络安全方面的对话 卢伟在会场表示 他此次访美正是对中美恢复对话的 一种身体力行的表态 他同时表示 中国和美国在网络安全方面 百分之九十的理念是有共识的 但也存在百分之十的分歧 就是因为我们太近了 所以就彼此看出来不同 还比方说 网络攻击 美国说中国攻了美国 中国说美国攻了中国 互相指责 对此 他提到了斯诺登事件 认为不仅是中国侵犯了美国的知识产权 美国也窃取了中国的秘密 但是在场的兰德公司 黑考特博士认为 中美在互联网问题上的分歧 并不止百分之十 美国人认为这个问题要大得多 中美的分歧包括网络攻击 和互联网自由等问题 从美国或西方或全球的角度来看 能够得到比中国现在所允许的 更多的信息交换和信息自由 被认为是全球趋势 而中国构筑的网络防火墙 意在阻止这种趋势 期间 与会者对中国互联网的自由和开放程度 提出质疑 卢伟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举例说 中国互联网在近几年的飞速发展 是一个非常好的现实例子 证明互联网在中国是开放的 中国 由于互联网 加速了信息的流通 六亿人在网上自由地发表声 自由地表达意见 有人错误地理解 中国政府在管制自由 那对中国太不了解了 你想想六亿人都可以在网上发表意见 就任何一个政府也不可能能够完全管制 对此在场的乔治华盛顿大学网络安全政策教授 蓝斯霍夫曼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他说中国在互联网领域施行的一些政策 比如屏蔽网站删帖等 确实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是有冲突的 我知道的是这个新政策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政策是冲突的 而且都不是小冲突 我们在互联网的使用规范和行为上是有分歧的 这必须要解决 但还没有解决 卢伟还表示中国欢迎所有的美国公司来中国发展 不过脸书推特等在全世界走红的美国社交网站 目前在中国无法登录 在场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媒体和公共政策教授菲利普克劳利说 许多美国的互联网企业在中国投资 他们同时也引发了一些问题 一方面是版权问题 另一方面是对于审查制度的担忧 一些公司决定克服这些困难在中国停处下来 另一些公司选择后退 我认为重要的是中国必须要认识到未来的商业环境 比如中国是为国际上的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 而是倾向于中国本土企业 这都会影响到中美两国的关系和共同利益 在访美期间 卢伟将参观美国的一些互联网企业 并同业内人士会面 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易、徐腾、玉港、华盛顿报道